有男子异想天开 穿墙凿洞 潜入银楼搜刮百万金事 新北市卢州有家银楼遭到了小偷光顾 而这名嫌犯他的心思非常的正密 那么他一次是看了电影之后 得到了灵感 他就在4月底的时候 租下了银楼旁边的空屋 除了勘察地形之外 还谎称要安装保险箱 在墙壁上凿洞 等到店家晚上关店的时候 就闯入银楼偷走金事 老板娘隔天开店的时候 发现这个墙壁凿出大洞 真的是吓坏了 赶快报警 那么警方花了两天的时间 终于逮逮逮到了眷民窃贼 不过现在怀疑 嫌犯的父亲也是够犯 嫌犯得手后一派悠闲 躲到旅馆躺床上 想要好好放松 这下被压制上铐 大胆洗劫迎楼的画面全曝光 在柜台前 熟练戴起手套 将金链通通一扫而空 放进大袋子 老板娘隔天进店真的惊呆了 二楼墙面出现一个正方形大洞 原来嫌犯偷偷凿洞成功 半夜从这穿墙 捏手捏脚到一楼搜刮 一层紧绷到 瘦了两三公斤了 嫌犯早就看中新北市 卢州这家银楼 暗中观察地形 刻意租下隔壁六层楼 透天错 说是要开服市店 实际想洗劫银楼 白天用电钻施工 还一度引来银楼老板娘关切 窃贼声称 要在墙壁装保险柜 骗了过去 只好改到二楼 半夜赶工 使用美工刀 一点一滴割出 容纳一人的大洞 初步看嫌犯过程 无人接应 但父亲曾载他到火车站 疑似知道儿子犯案 帮忙保管赃物 也被列为共犯 超离奇的犯案过程 嫌犯说全是看好莱坞电影 满天过海学来的 现在被一家中窃到最送办 究竟是为哪装 警方还要继续查 记者马世杰林 招贤新北市采访报导